海德堡要理问答 是属灵教育的指南 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的缘由和内容 问题55 我信圣徒相通是什么意思呢 回答 第一,所有信徒都是基督的肢体 在他和他一切的丰富和恩赐中有份 第二,每个信徒必须知道 有责任随时准备好 欢喜快乐的 为了使其他肢体得着益处及救恩 而去使用他所赐的恩赐 在今天的问答当中我们要回应的是跟上一回提到的教会有关 因为既然我们相信我们也接受神的家教会是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回应的就是信徒、圣徒彼此之间是相通的 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接受这个我信就是我接受了 信徒彼此之间是互相要有所交流的 所以这个信不是我相不相信有这回事 而是我实际上要进入到信徒相通的这样一个阶段 因为我信所以我叫做 在信徒或圣徒相通的这件事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就是凡信靠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女 彼此之间是互相交流的 彼此之间是互相能够帮补而且一起生活的 所以前面我们也讲过了教会是神的家 信徒不能单独一个人过信仰的生活 而基督徒的生活呢更是要彼此之间互相联系 或者彼此扶持才更加显出这个信仰的内涵 怎么说呢 因为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 最后要受难离开人世之前 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就讲到 为他们合一祷告 为他们要受到的逼迫来祈求 所以看得出来也明白 信徒在这个世上会遭遇到许多的患难 特别是因着这个信仰的缘故会遭遇到逼迫 如果是单独一个人的话 很快的一个是被消灭了 一个就是离弃的这个真道 所以信徒必须要互相的扶持 第一世纪初代的教会正是这样子彼此相通的 凡物公用 你的缺乏我来帮补 我的需要你来辅助 这是一个属灵的家所呈现出来的 所以不仅仅相信圣徒相通 我们更是经历了圣徒 是在相通当中的信仰生活 这个信徒的相通常常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但同样的也因为要彼此的相通 所以会带来挑战 初代教会面临到凡物公用 但同样的也面临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人的缺乏忽略了 也因此产生了直视这样一个职份 同样的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 我们讲我信圣徒相通 我们自己本身也应该要付代价 当我们面对不同背景的其他信徒 或者说不同成长环境的其他的基督徒 一起来同工 一起来服侍 一起来交流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有矛盾 有冲突 但我们说我们相信 我信圣徒相通 我就必须在这个相通的过程当中付代价 也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 所以这些矛盾或者这些不同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合一 我们也知道主为这信徒的合一 已经为我们祷告了 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说 我信圣徒相通是要付代价的 也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